虽然身有病,但他们都趁着在没有洗剩的日子来帮忙,组装精致的灯笼,制作金饰月饼,却不输其他人,希望把爱和祝福送到其他人的手里。 我们刚开始是做东了,灯笼做好了,我们才来做月饼,我们大家都会分工地做,每一个我们都有分每一个的步骤在那一个岗位。 先把灯笼组装,每个人都负责不同的岗位,折灯笼线条,贴上双面胶,穿针引线,眼睛看不清的,手脚不方便的,当他们都用心在当下。 我是中风,一边不能,就是我一边走也可以帮助到人,也可以出来做东西。 我现在能走怎么,我当然出来帮助更多人哦,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啊。 我一个家庭的家庭,所以每次我们有工作,我会来帮忙帮助到家庭, 我们一起工作,但现在我学习神经典,来帮助到家庭。 我做这个灯笼,因为里面有放那个叶饼,叶饼里面是净丝做的。 所以吃了又健康,把祝福送给一个人。 他有喜悦啦,富足啦,祥和,赐福啊,平安啊,幸福啊。 他每一个字哦,都记得看了都分析,每个字都有意思。 玉莉莉精致的金饰月饼,也是出自圣友们的爱心成品。 把材料混合,揉成立状,馅料蹭过,放进挪好的月饼皮里。 裹起来,再放入月饼膜,压印出来就可以了。 今天做月饼,都是带着学习的心情来做,然后也是一种付出。 我们一边做一边学。 很简单不了,不会困难的。 我也很高兴帮他们的忙。 去年有吃过,今年好吃,而且健康,有营养。 虽然身体有病,但依然使用一双有温度的手,来付出。 制作出精致,有爱与祝福的金饰月饼,值得让人学习的精神。 大爱新闻,马来西亚,刘之源,李婉军,冯立希报导。 请问,请问,请问,请不吝点赞,订阅,李婉军,冯立希报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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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